現在這個比較用力寫 這個比較用力寫 這個稍微放鬆 這個稍微放鬆 這個放鬆 這放鬆 這用力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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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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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字都一直在做這些動作 一直在重複 讓人家知道說 你寫字是有節奏性 像這是圓轉的 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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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更鈍的 鈍的 鈍的 然後這放鬆的 放鬆的 放鬆的 你就會發現 寫字其實就是這樣鬆鬆緊緊 有時候是緊的 緊的 緊的 然後 這邊往上抬 硬的 這是比較硬的 硬的 硬的 然後這邊呢 這邊是比較放鬆的 放鬆的 是用力的 你就可以清楚的發現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真的是在做一些變化 而這些變化包含手上的變化 還有那個外型姿態的變化 那手外型姿態變化大家看得出來 但是那個力量啊 那個放鬆 用力 用力 放鬆 對一般人來講應該是比較困難 因為你看不出來說我們到底是放鬆還是用力 那這個你要去自己去體會 那原則上就是鬆緊鬆緊這緊 這可能是緊的 可能是緊的 可能是緊的 那可能有時候會稍微鬆動一點 那有時候是緊的 所以緊就寫的比較用力 那有時候用力的 有時候用力的 有時候是放鬆的 有時候是緊的 就是它會有點鬆鬆緊緊緊緊鬆鬆 有時候拉開放鬆的 有時候是中間用力的 那人家覺得說啊這個寫字這裡寫的很輕 有時候又開始放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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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粗細 那有時候又開始放輕輕的輕輕的讓毛筆去寫 有時候輕輕的讓毛筆去寫 就是說隨時都來改變你的 對毛筆的控制的能力 有時候多有時候少有時候少 就像這字少的讓毛筆自由去寫 好可能放鬆放鬆放鬆 好可能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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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旁邊走 好有時候放鬆用力 這個那個放鬆 手一定鬆的喔 我現在放鬆是說 對毛筆的控制能力放鬆 好不是說你手指頭多鬆 手指頭本來就鬆的了 好這些手指頭本來就這樣鬆鬆 你要怎麼拿那個都不是問題 什麼什麼單勾啊雙勾啊什麼 那個都不是寫字的問題 而在寫字你對毛筆的控制能力 到哪一個程度 你要多還是少 那個筆毛在那邊流動的時候 你到底給它多少控制力 像這個就是完全控制 對不對 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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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控制它 完全控制它 那完全控制以後 當然還可以這樣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 好像欸 管它的 偶爾管它去死 送出去就送出去的 它要寫的長短粗細 就自己高興怎樣就怎樣 就覺得它有一點點自由給它 那有時候會覺得說 啊這個我就是用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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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不給它隨便寫 然後把它寫得很硬 這是用力控制它 所以咦 好 有時候輕輕 有時候重重 有時候重重輕輕 就要寫字的 節奏 不是只有外 外型的變化 不是他們單單外型說 那你這個外型就長這樣子 不是只有單純外型變化 有時候還要牽涉到 用筆彈性 多寡 拉長 抬高 撇點 這個放鬆放鬆放鬆 然後這個撇放鬆 這個束畫也放鬆 然後拉開以後啊 這裡就可能收緊收緊收緊 收緊收緊 收緊 把它靠的扁扁扁緊緊緊 窄窄窄窄的 窄窄窄 行 可能又來 左邊又可以伸長了 左邊伸長 這些都是 筆畫的用力粗細輕重 記得它都隨時可以調整的 隨時可以調整 起 一個輕一個重 然後這個軟的 很輕鬆的 下面不要寫太 不要寫太長 因為下面還有筆畫 好 剪 撥 撥 撥 現在窄了以後 要記得要拉開了 這裡可以拉開 寫字就是 緊鬆緊鬆 拉開放鬆 拉開放鬆 有時候寫的窄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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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寫的長長的 就要考慮到下一個字 到底要不要拉那麼開 這個自己要 心裡要有一點想法 拉的角度 斜度 寬度 要不要放鬆 這都是 自己要去做 對 請 這樣 終點 其實 她的 製造 人ゴ 就 既, 就 藉 方 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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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